當時我們還在走盛區 不要說我們在包庇這個歐陽 然後現在說我們應該相顧那個法律之後 就說我們要聯繫不到 其實還是那句話 其實我是從頭到尾就是站著不動 大家跑一跑去 學生的賭金會不會變得很高 第一點這個我們不會去干涉人家 我態度很清楚 我一直在跟林若平講說很簡單 你就不要說這是誰的房子 你心中不管他是誰的房子 你就當作他就是一個監局案 然後你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依法行政公開弄文 但還有一點 這有牽涉到學生權益 我們還是要看怎麼保護學生權益 就這樣